好 非常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我们今天的元气加油站 今天我们来探讨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头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状况连连 是不是有觉得那种惊吓过度 吓坏的那种感受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在磁场能量方面 非常有研究 而且已经研究18年的李老师到节目当中 刚才其实谈到了很多生活的一些运用 包括色彩的搭配 还有我们吃对食物等等的 包括现在你要来大公开一个阿嬷 阿嬷那个时代 他们会怎么样 守护自己的一个这个配方对不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 好像家里有电风扇是最正常的 根本也很少有冷气 可是也会觉得夏天也还是过得很开心 那现在是家家户 不管是公共汽车捷运 公共汽车全部都是冷气 电头大概没开我 对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思考 阿嬷时代的一些养生卑鄙 我们找到了雷公根 然后南姜跟薄荷 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熬煮 然后制制一个 我们的雷公南姜汤 然后藉由一些皮肤的涂抹 来让我们本身达到体内散热的功能 好 那我们怎么来做呢 老师 第一个呢 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选 第一个不要有农药的 千万不要有农药的一个材料 我们的南姜 还有雷公根还有薄荷 对 那么比例是1比1 1比1 放到我们的水里面 那听说用冷水煮就可以了 还是要热水 用冷水煮 不过煮的这个锅子要很讲究 最好是用陶锅 用陶锅 为什么 因为用一般的铁锅或是 一些铝锅等等 它的效果会比较不好 因为它有一些金属的东西 对 它一类磁场够不出来 像我们吃羊肉乳也是陶锅的比较好吃 对 所以要用陶锅 对 然后就是冷水 冷水这个大概七分满 然后我们把南姜雷公根跟薄荷放进去 我现在把它放进去 好 那今天因为为了要让观众朋友们 这个看得更仔细 所以我们是请制作单位 就不准备淘锅了 我们用的是这个 比较透明的玻璃的锅子 那最主要是让老师在 示范说明的时候 可能会更清楚 我们可能要请工作同仁 是不是帮我们准备一个 这个是要用锅稠拉一下 还是要稍微拉一下 稍微拉一下 可以拉好刷 那我们请工作同仁帮忙一下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要多久的时间 而且这个比例怎么拿捏 然后有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 第一个 第一个它的材料就是1比1比1 然后水要8分满 大火滚煮之后 大火滚煮之后 关成小火 然后让它去炖1.5个小时 那过程当中特别留意就是说 它如果有泡泡的话 请各位朋友记得 泡泡一定要把它捞起来 泡泡捞起来 泡泡就因为天然的东西 说真的没有办法说 达到多卫生的状况 所以泡泡记得要把它捞起来 所以说今天判斤大家辛苦了 是 银子拉过 再讲一遍就是 我们水滚了之后 就是关成小火 然后熬煮一个半小时 是 等到做好之后呢 把那些渣渣全部都捞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雷公南浆汤 放凉之后 再放入我们这个 外面有在卖的滚瓶 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所以老师自己就会这样子DIY 但是我刚才听你说 其实这个要花蛮多的耐心 你还要在旁边稍稍稍稍稍稍稍 而且包括其实这些 因为这些药槽类的东西 我们要直接涂抹嘛 对 可能我们也要清洗得够干净 对不对 当然一开始一定要先做仔细的清洗 我这是强调 所谓的这些中草 有草这样的东西 它本来就是从野外身上 去拔下来的 那野外一定有很多动物啊 可能就排泄物啊什么什么 所以你要很仔细的去刷洗 是 对 好 所以现在我们刚才工作同仁 已经默默的 帮我们稍微把它拉叮噹 然后也用盖子把它盖起来了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 大概就要花费大概... 一个半小时 一个多小时 而且你一定要盖点盖 其实我自己每次都把这个 当然是进入三温暖的概念 我这整袋盖了以后 我就要洗心肚啊 整心肚担你了 对 而且如果一个不注意 可能去忙点别人的事情 回来操会的啊 不行 所以大家要做这个雷公南浆汤 一定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要耐心 对 不能够说就放着煮 然后就是逛街 这不行哦 对 这要很小心 好 那所以等它放凉之后 老师会像用一些容器 然后把它随身携带 对 那重点就是这个煮完之后 你要懂得运用它嘛 对 那我们其实在夏天 我们刚刚说吓坏了吓坏了 其实身体的这种僵硬感啊 或者是整天的那种疲劳感 甚至于厌倦感 其实可以透过这个雷公南浆汤 对 我们做一些DIY的动作 所以今天老师要教大家怎么样 通体舒畅 乐一下哦 夏天不要是要坏了 是要快乐的过 我们先从头部的部分 还有包括身体足部 老师今天会教大家 怎么样来做 嗯 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 夏天的时候头昏脑脑 对 所以我们很简单就把雷公南浆汤呢 我们直接就是涂抹在太阳穴 老师你有一个一个 要不要拿一个给我来跟着你一起学 那这个是什么味道呢 其实它整个煮起来它会是什么味道 就是你会觉得蛮香的 很像欧洲那种 那种所谓的精油 嗯真的哦 所以我们台湾本土的 不比国外那麽 其实 我这样我就觉得 很舒服啊 好像比翼都畅通的感觉 对对对 嗯 好这个是它煮起来的这个味道就是这样 那再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 你说头部的话 头部的话我们就太阳穴 太阳穴 直接 直接涂抹太阳穴 嗯 然后就轻轻的按摩 来我老师再示范一次哦 直接涂抹太阳穴 涂抹 嗯 对 嗯 两边吗 两边的太阳穴 嗯 嗯 涂抹上去之后 整个大脑就 就醒过来了 它会贯穿吗 对对对 然后我们手要再去做按摩嘛 就按摩个一两分钟就好了 嗯 那在按摩太阳穴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手指要注意 不要太大 不要太大 轻轻的这样 顺时钟旋转就好了 哦 就非常的舒服 好 这个是让我们这个通体舒畅的 头部的部分 头部对 那硬糖呢 嗯 我刚刚讲过了 夏天的时候很多同学啦 小朋友 他们过敏体质 对 然后就是 老天啊 一早起来就鼻涕喷涕打不完 嗯 这个时候我们的雷公南姜汤 就抹在硬糖穴 两眉之间 这边 硬糖穴 对 这边硬糖穴 是 涂抹之后呢 也是轻轻的按摩 搭配 鼻过敏的朋友 小朋友要搭配就是 银箱穴 这边 那个鼻孔的两侧 它是有酸酸的地方 是是是 我们用银箱穴 嗯 这个在两边 硬糖加银箱 就是我们针对夏天 夏日过敏的一个隧道来源 哦 哦 诶 可是一定会有很多人问啊 因为 其实现在外面也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 呃 就是说 类似的一些这种配方的东西 嗯 那老师为什么会首推所谓的什么南姜啦 还要加这个雷公根跟我们的薄荷 他们三个这样子的 听说是一个老师蛮蛮推荐的一个 黄金的一个组合对不对 对 其实 我不是不相信外面那些商店卖的东西 但是我研究磁场那么久 我还是从上天然的最好 天然的最好 然后加上我们自己本身对于整个比例上的一个调配 它是有百亿而无一害 嗯 可能我是被塑化剂吓到了啦 所以我觉得自己做这样很OK啊 自己自己会更放心 所以我我我我宁可就是这样子煮一锅 要这样子洗三分钟我也干润啦 是是是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太阳穴 我们的这个是印堂嘛 印堂的地方 还有包括我们的银箱穴 这边呢我们都可以做这样子 跟这个我们的雷公南姜汤 一起来做搭配 对 好那再来呢身体的部分 哦 任督二脉 人家说打通任督二脉 任督二脉到底在哪里 在讲任督二脉之前 我们再补充一点 我刚刚想到的 是 这很重要 你就直接把 用这个雷公南姜汤 涂在掌心 涂在掌心 我们就给它搓一搓 哇 那个味道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对啊 搓完之后干嘛呢 因为常常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肩颈僵硬 好坚硬 好坚硬哦 真的很坚硬 这个都会的一个大家的共同毛病 那我们想这样子做 涂完之后呢 直接把虎口 我现在拍得到吗 是 可以 就这样子 好 用大拇指 老师你可以再转过去一点 用大拇指直接 压这一边 这个大半筋有吗 就这样子搓 有没有 我这一个 这个大拇指就搓这边 是 那大拇指要涂吗 要啊要 大拇指也可以涂一下就对了 哦 这样搓一搓 然后另外这一手就附着这一边 让它两边平衡一下 对对对 哇 这样涂一涂之后 比你去给按摩室 按摩还舒服 就只用一根拇指哦 对对对 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 蕾公南姜汤 哦 所以我其实也可以把它用在拇指上面 然后就这样子自己涂抹一下 对对对 哦 好 因为我后面有戴耳机哦 所以我转比较不好转 老师 老师这个这招我觉得很棒哦 很棒 就是左右 左右就这样子都处理掉了 对 哦 有的人说那老师我如果说 麻烦来煮这样的外面有效 对 可能会滑皮啦 对 我直接这样涂也可以吗 也可以对 但是因为蕾公南姜汤 它本身是有发表散热的功能 对 所以我们加上一点轻微的按摩 效果加倍加倍 效果加倍就对了 对对对对 好 所以脖子这一块也是可以鼓励大家 多多的让它非常舒服 按摩一下好不好 好 那再来呢刚才说我们身体的部分 怎么样 润都二脉 好 接下来提到我们武侠小说讲的 润都二脉 对 润脉就是我们前面从头顶 然后到斗宅下方 这就是润脉 对 那都脉就是后面 为什么要讲润都二脉 其实很多时候就冬起白白 冬起不顺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洗完澡之后 就是雷公南姜汤 脸就直接这样下来 从喉咙这边开始抹 嗯 这样直接抹下去 喉咙这边哦 对对对 哦 啊这样子 直接从中间这边先抹 抹到斗宅这样 哦 抹到斗宅这样 对然后 整爪歪就对了 对你会发现到整个呼吸的时候 就会觉得有那种清爽感 嗯 那再来就是说 背部的话可能就家人互相帮忙 家人帮忙 对对 一样也是这样子 这是啊 对脊椎 脊椎 纵冠线就对了 纵冠线 纵冠线滴滴滴滴就对了 对对对 哦